直至向大家談一談金剛經的主要精神,自己所體會的一點點很不夠,不能說是講什麼,很膚淺。 可是金剛經對我來說,領恩是十分的深,也就是由於金剛經而自己得到挽救。 因為小時候,雖然是正在佛教家庭,但是稍微到了滅宿之後,看到一些佛教徒, 他們世俗的思想和作風,跟非佛教徒沒有什麼兩樣。 自己當時就很懷疑,佛法修了這麼多久,還是這樣,就證明佛法是無用。 才是這樣一個物件。 然後在自己將近二十歲,大學二年級的時候, 考試完了,就愿意看了,就看到清張清張。 當時這個聖廟的經文,自己身心,清涼,如同一陣陣的甘露灌頂一樣, 最初在恍然大悟,不是佛法唯有硝煙,而是很多羞恥的人辜負了佛法。 這才端正了自己的態度,不認識。 這就是這個端還一個挽救。 也正是由於這個京冬軍,我從這裡要入門,所以在這個修持的道路上,就避免了很多彎路。 所以自我也很有心願,想將來有機會,對京冬軍多抱一些悶,做一些弘揚和講解。 那麼現在限於時間,能夠談到這個,很懦要的,做一點點。 那麼,我們最近在佛教中,自己一個體會,對我們的修行,不管你修哪一宗,都要以這個般若作為前道, 以這個淨土作為歸宿。 因為,你要沒有般若,沒有智慧,看不清道路,不知道方向。 你要這樣去修持呢? 就所謂盲修、瞎練嘛。 你們看不清方向。 所以必須有倍,作為前導,作為導引。 但我們修持之後,你們以什麼會歸宿啊? 这个华严的十大愿望啊 十大愿呢 盗贵极乐呀 这个华严京东之王啊 普遍十大愿望 盗贵极乐 求生极乐世界 那么再有啊 从现在啊 当代这个情况来看啊 你不管修什么的 如果说是 你这个 希望在这一生解决问题 你不是采用求生净土的方法 那就不可能达到目的了 所以不管哪一宗啊 你要想这一生啊 叫出生死啊 当然愿意再来另外一件事 愿意集成出生死 而你又不求生净土 那就要落空 所以叫净土 归宿 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道场 这个在密宗的名称叫做莲花金社 是密宗啊 但是这个里头的共同的愿文呢 就是同生极乐 所以林宗不管你哪一宗啊 要以这个净土啊 作为归宿 在这个福萨岛 有六度 布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这是前五度 第六度是般若 这前五度 如果没有般若 这是单纯的 布施啊 持戒啊 禅定啊 那么这前五度 这样的五度啊 不能成为 不能成为波罗蜜啊 啊 你这个布施 不能成为布施波罗蜜 只能成为布施啊 啊 因为这个前五度 如芒啊 跟虾子一样啊 啊 为波罗 才是有木 所以这个五六度之中啊 这个波罗 极重要 所以六个波罗蜜 都算里都有 波罗 才能成为波罗蜜 所以这个是波罗的重要性 如果波罗呢 可以分为三个波罗 是吧 波罗分三啊 文字波罗 观照波罗 实相波罗 我们所看的一些经卷 以及所听到一些言论 这都属于所 文字波罗 流于文字的 从这个文字里头 啊 我们体会了意思啊 而我们照这个去观去照 就称为观照波罗 那么在观照波罗之中 文字波罗 观照波罗 一天就忽然了达了 气悟你的本来 啊 所以十字本性 见字本性 就正如十相波罗 啊 所以十相波罗 是波罗的本体 啊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波罗 啊 以这个为本体啊 是十相啊 十相就无相无不相 啊 没有一个 所以啊 你可见了 这个青黄赤白 还是长短大小 任何的形象都没有 那它可以产生出一切像 十相 不相 那么这是十相波罗 是本体啊 这波罗的本体啊 啊 那么这个 怎么能够 震入到这个本体呢 那就需要从我们 从观照入手 啊 所以观照两个字呢 在心经中就说得很清楚啊 第一个就是观的 观自在所的 啊 所以密度叫观想啊 啊 想就比较粗啊 观就比较细啊 比相信一点 这是行神波罗 波罗密多是 赵见五云皆空 这个赵的 就是观照这个赵的 赵呢 跟想就更不同了 想嘛 有心的叫做想 很有心的 也叫做赵 这个观照呢 就应该啊 啊 如果这个 啊 这个 各位 官司在这关啊 赵见五云皆空之赵啊 这个是真正的观照 但我们一上来呢 那么就是 还是一种很初步的 啊 就按这个啊 按这个啊 我们来看问题啊 啊 初步就只是如此了 啊 文字波罗就很清楚了 啊 那就是 这个这个 这个经论中 啊 关于波罗的经啊 论啊 所有这些文字啊 都是文字波罗 那么这三个呢 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啊 文字波罗 我观照波罗这两种呢 就是从这个实相波罗 本体所显现出来的 啊 所以这个实相波罗 就是文字波罗 观照波罗的 它的体 从它而流出 啊 观照波罗 啊 这个文字波罗 文字波罗呢 它是表达一个 表达的内容呢 就是要表达你如何去观照啊 而正实相波罗 这就表达的是真的 观照波罗呢 就是依照文字波罗的意思啊 你去啊 去观照实相波罗 这这三个 说是三个 实际 它只有是一体 但是这里头 当然虽然是一体呢 而又是三个 所以我们一上来呢 所接触的呢 是文字波罗 所以它就和文字不同了 所以它因为它 或者有波罗两个 不同一般的文字 它是从实相波罗所流现的 而这个文字所告诉你的呢 如何进行观照啊 这正过实相 但是呢 文字波罗呢 它究竟是 从此可以去观照 而证实相 但是我们不可以认为 文字波罗就是实相波罗 所以这个 这个是啊 一个 文字波罗 你看金刚经就说了 如来 如来 所说法 皆不可取啊 所以它这个就不是 它这个真正的实相波罗 是离文字的 离文字的 咱们怎么干嘛 要文字波罗呢 这就是文字波罗 它要起它的作用啊 它可以指示啊 你如何去观照啊 如何去认 见识认识这个实相啊 所以这个 这一切啊 所以一切这个 所说啊 这个经论啊 种种文字啊 都是 因为一个指示 然后我们那天 要到教学开会啊 指路牌啊 指路牌写上 华府佛教会 没有这个指路牌 可能大家那天 到的还要少一点 路更难找了 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认为 那个指路牌 就是华府佛教会啊 这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指路牌到你方向 它不是啊 它不是啊 你要依着它的方向去找啊 所以一切文字都是如此 所以咱们这是 刚才我就昨天来答的地方 佛经常答的地方呢 就是 这个以标指月 茫茫太空之中 哪里是月亮呢 那么经论你告诉你 文字告诉你啊 灯它灯 当做月亮嘛 我说这是月亮 这就是标指一下 所以文字作者 就起这样一个作用 昨天如果是到处都没有贴上华府佛教会 那我们也找不到 标指的很重要 所以不可以弃指求月 不要这些指示弃求月亮 那就茫茫这个华盛顿 就很难找到这个佛教会了 不可以指一指 这个指出方向 你就可以看到吗 不可以弃指 不要他说这些文字 什么经典 我没有这个 自个而去 自个而去 那就不行了 你想呢 我们不可以就 指这个指为月 就我这一指这个是月亮 你们就说 这个是月亮 我这个是月亮 那么你说我这个是月亮的话 那你就 你就不会再去看月亮了 你看到我这 你看到月亮 所以一般人就是这样 我说这个是月亮 你就看到我这 你说你看到月亮 这个误会很容易生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同样不会看到月亮 但是它还生出一个更大的错误 就是因为月亮就是我这个样的 那其实错误得很深吧 所以因此呢 在这个学波罗之中啊 我们是要从这些文字啊 经典中啊 去得到这个方向去关照 但是仅仅只是在文字上的一些理解 就以为 而得到一点理解 就以为这个是十项波罗 那就错了 那就不但一年不能见十项 而且等于这个 你以为这个是月亮了 错误 等于这个相等 那么金刚经呢 是在这个 就在波罗部中 加上一个金刚作为行动词的 就甚至啊 甚至称赞了这个波罗 如金刚啊 金刚我们可以同时 有好多解释啊 那再来就回答 这个印度的金刚石啊 因为这个金刚石出产在印度 它最光明啊 最坚硬啊 所以这个金刚石做的刀子可以裁玻璃啊 可以比什么都硬啊 硬度最高啊 可以破坏一切 但是不能为一切所坏啊 所以这就是它最尖啊 最利啊 而没有能破 以这个智慧 以这个金刚石作为辟语 来形容这个智慧 这个波罗 所以这个金啊 是金刚波罗 那么这个金呢 是释迦牟尼佛说啊 如来为发大圣者说 为发最上圣者说 如来啊 说这个法啊 是为发大圣心的复杂作说呀 是为发最上圣心的复杂作说呀 所以这个金啊 它是啊 是这个这个 是这个 这个殊胜的 啊 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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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这个里头呢 这一部金很多啊 这个里头啊 我们从里头啊 是这个这个 抽出一些啊 那么 六度啊 当然是要都是一度 要要要 大为菩萨啊 就是要 自觉觉达 这个觉达嘛 就是要度众生啊 那金里头说呀 我应灭度一切众生 大家是不是可以往前一点啊 现在还有地方啊 我应灭度一切众生 灭度一切众生已 而无有一众生 实灭度者 就是我应该啊 要灭度一切的众生 这是我们发的心 那么 不但是有一个心啊 而且要落实啊 实践啊 这个灭度一切众生已 那么众生都灭度了 是吧 说这个愿呢 已经成就了 可是怎么样呢 可是 而没有一个众生啊 实际是灭度了的 这经文呢 就是我这个度生啊 应该如是啊 要度一切众生 这些众生也得到了灭度 可是 没有一个众生 真实是灭度了的 就在我们度生之中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啊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通达般若的菩萨 这个 这种啊 这种境界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说既灭度了这么多众生 他都已经得到了灭度 啊 既开始我介入无一涅槃 而灭度之啊 都彻底都灭度了 是不是 为什么又说 没有一个众生 实际是真灭度了 这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因为啊 释迦牟尼佛得到的时候 第一句话 一切众生 跌跌如来 智慧得相啊 一切众生 本来就有如来的智慧得相 所以就说 对一切众生啊 本来都是佛呀 那么一切众生 现在本来是佛 那么他现在成了佛 他只是他恢复他的本来而已啊 他不是另外又变成一个什么 你又不是制造了一个什么 改变了一个什么 从一个什么换了一个什么 他不增不减 他只是恢复他的本来 那么你这个 你有 你这个人 你做了什么工作啊 是不是 而不是 他也是因为你 你就度他 而他才没度啊 他只是恢复他的本来嘛 所以因此说 十无一百 而无一众生 十灭都正 那么这个也就是 我们这个金刚经理头啊 最重要的是三轮体控 三轮体控啊 而内不见自己啊 外不见对方啊 中间不看见我们这个 所失之法 所失之物啊 不见有法 不见有物啊 就是三轮嘛 内是一方 外是一方 中间是一方 一般你说中间有我 外面有人嘛 中间还有法有物啊 这三轮就体不空啊 一个也不空啊 所以三轮直至 三轮要是三轮体空的话嘛 那就是不见有可度 终生有国啊 没有一个国啊 我做了这件事 我这里中间 我并没有一个父主啊 我某人啊 我做了这件事啊 内就无我呀 外也没有人啊 这个一切都本宫啊 这个这个 所以这个 本来无一物啊 这个外嘛 也不见对方啊 要无我嘛 也就无人了 也就不见了 我没有这个像啊 有一个对方啊 得到了我的救度啊 问我布施他 一万美金啊 我内就不见 有一个我 把钱给他了啊 外我不见得 某先生啊 他接受了我一万美金啊 就怪不得有所度之人啊 终于我也不见 这一万美金啊 但是这个事情还是做了 所以这叫三轮体空 这就是一个很殊胜的 很殊胜的 这样的布施 就可以称为布施 布施 布洛蜜 就可以到冰安 那这个布洛蜜 和一般啊 一般啊 我有一万美金给了他呀 我就记得 我做了很大一件好事啊 我把一万万钱 去救了 救济了某个人啊 还有老记住啊 他曾经啊 得到我一万美金的好处啊 这样的话呢 那你这个布施 是布施了 他这也得到一万美金了 然而不能成为布洛蜜 这个分别就行了 这两个差别就在这里 所以这里头呢 并不是不做这个布施 所以有的人读了金刚经之后啊 就一切就落于空 这个都是无为啊 无相啊 无我啊 无啊无啊 就是一个都是无了 就跑到空的一边去了 所以某一大师嘛 他就写了一篇 金刚经破空论了 也是非常殊胜的啊 非常殊胜的 就是破这种啊 这种啊 天于空的 这种啊 这种偏见 所以终日度 不是不度众生 是终日度众生 终日没有度啊 所以终日度生 终日无度啊 不是整个的 不度众生啊 度而无度 无度而度 我在度众生 我没有度众生的相 我没有度众生的相 我整个都是在度众生啊 这个就是 般若 这个度生 对于这个 度相的话呢 这金刚经讲 度相 人相 我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有相才来说吗 我们这件事情啊 我们这个 有一个能度的我 这就是我相啊 是吧 那么我所度的 某一个对象 这就是 这就是人了 而我所度的种种 这就是众生相啊 而我这个 所度的众生嘛 他就得到涅残了 这就是受者相 这个就是这个 自相的一种解释啊 再说的浅一点呢 就是这我嘛 就是自身啊 这是我嘛 那有了我嘛 就有了你啊 你那就是人啊 那不但有你 还有种种的人啊 在六道轮轨中 还有种种的生物啊 那就是众生相啊 那中间有那个 那个 长生啊 常住的 有这样的受者相 这是最浅说的自相啊 再说的 高一点嘛 那就是这个 这个我 就是一主宰为一 就是有一个 真正能够当家做主的 主宰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自己 你这个主宰为一啊 那实际上 这个 这个 实在是无我呀 一切都是因缘和合 哪个是我呀 是不是啊 从这个 反反老的照片啊 那个二十岁的我 早就没有了 三十四十的我 也就没有了 是不是啊 今天的我们过来 也就没有了 到底哪个是我呀 就是啊 这不都是 刹那刹那 成年 自己都是被这 因缘牵引啊 就没有一个主宰之一啊 那么 那么 与我相对着嘛 就是人嘛 是不是 我相对着是人嘛 而且这个 这个所谓对象啊 种种啊 得着想法也种种啊 就是众生相 而这种想法嘛 老是相续不断嘛 就是受着想嘛 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思想呢 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解释 就是啊 有的更具体一些 有的抽象一些 有的浅一些 有的稍微深一些 啊 那么到了原觉经啊 还有更高的思想 那就是这个 我们今天就不谈了啊 那这个呢 各个人呢 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 啊 啊 这个 来理解了 那么这个 这个四项 啊 所以我们就是说 我们的脖子呢 就是要照破这四项啊 啊 所以我们这个 把这个四项 只要只离开这个四项啊 啊 不只离开这个四项 我们就是空啊 啊 而是应该 离开四项 修一切善法呀 啊 所以这个 这个破空 不要躲在那一边啊 那经常说嘛 啊 你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啊 修一切善法 即得阿妩多罗 那不停 啊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很很合乎 中道啊 没有我 没有人 没有众生 没有受者 可是修一切善法 但修一切任何一个善法之中 你这里头没有我像 没有人像 没有众生像 没有受者像 离开四项 就离一切相 修一切善 即得阿妩多罗三秒三不提 阿妩多罗三秒三不提呢 翻译成我们这会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阿妩多罗三秒三不提 无上的 没有跟上一次的正等 啊 正觉 大平等 正的觉悟 啊 正觉 这佛才是正觉 啊 那么这也就是说啊 这个 这个无我无人无众生 无受者啊 修一切善法啊 修一切善法啊 就成佛啊 这就是成佛了 啊 这个就是一个啊 这个经浪经啊 这个这个 这些的是 单体会在 离相 啊 而而而而轻视了 修一切善法 这有所偏的啊 啊 只知道修一切善法呀 而不能离相啊 也是偏的啊 啊 所以这个就是 告诉我们这波罗上啊 最重要的一个指示 那么经浪经底下就说了 善法者 极非善法 是名善法 修一切善法 就是善法者 极非善法 是名善法 就说 那个那个 一切法 极非一切法 是名善法 而众生 极非众生 是名善法 这种话很多 那么这个 如何体会呢 这个又是指示啊 指示我们总是 指示我们一个 一个中道 所以天台啊 说这个 这个一切就可以归纳 为这个 这个 所谓的 单体三观啊 而一个是假啊 而又是有啊 而一个是空啊 而一个是中道 你这个色是 色是有啊 色即是空啊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而一切都有 有这个色 这就是有啊 这假有啊 色 都是空啊 空就是真体啊 实在是说到 这个真如本性啊 刚才说到实相啊 这无相啊 啊 这不见一切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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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象啊 啊 那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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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即是空 估计是说这两个 就不是就是圆龙啊 没有妨碍啊 不是不是两件事啊 这就是中啊 啊 而又 计照着 所以这个 说是有啊 就是事体 世间的干法 认为这一切 像是大地 山河啊 都是有啊 但是悟道的人啊 虚空粉碎 大地平臣啊 这六读说的无一物啊 是不是啊 啊 但是就是 这这这就所谓真体嘛 啊 真体到了这个这个这个中体呢 那就是这个有 无就圆龙啊 所以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以空 空不以色 不二嘛 空和有不二嘛 一切不二嘛 那么这个道理呢 我就是一个最难懂的道理 所以往往他就说 你这个是空吗 你这个桌子是什么呀 他在这 他明明在这嘛 他怎么说他是空呢 所以就是说 这个问题往往就成了一个 拦路虎了 好在现在啊 这个这个科学的进步啊 这个科学家替我们 提供了好多有利的这个这个啊 这些个啊 这些个语言嘛 科学家都现在认识到啊 所谓物质 色就是物质嘛 你说有嘛 有这个物质嘛 咱们就物质说嘛 也没有物质嘛 那也就没有人了嘛 也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都空了嘛 是不是 物质是什么呢 物质是由于人们的错觉 这个不是真实啊 一个一个一个 所有这个这个具体的物质啊 只是人类的错觉 从科学语言说啊 说是宇宙间呢 就是场啊 场啊 和物质啊 迪赫就算接着就补充 进一步说啊 没有场没有物质啊 只是有场啊 场就是空间啊 就是空间啊 它这个是在这个空间 这个场的强度高的地方 我们就管它 我叫它物质了 我们就把它错认为物质了 那么这个道理呢 现在还是很很容易明白的 作为这个一切万事万物 不过是一百多种原子 原子所形成的 水嘛 两个氢气 一个氧气就是水 二氧化碳 两个氧气 一个氧气 二氧化碳 吸的还不要紧 要是一个氧 一个氧 你也吸了 就中煤气 就是人的 是不是 这很简单吧 不过就是这些东西 一把这种东西 变来变去嘛 这一把这种东西呢 你要救它的根源啊 它不过就是电子啊 中子啊 直子啊 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东西啊 电子 中子 直子 不是再说 就是这一些颗粒啊 它都有二重性 一种是波动性 光波 声波 无线电波 电磁波 都是这些波动 就是波动 对没有东西啊 这边还有光啊 光波传递的 你抓上它 这光波是什么呀 声波也是如此 声音传到大家这儿去了 这是我的声带鼓动了 空气的变化 对一个波动 打到你的耳朵里头去了 你就听见声音了 这都是波动 那更高一级的呢 无线电子 电波 所以什么墙壁都拦不住啊 而且是十方的 不管你是东京啊 莫斯科啊 还是伦敦啊 巴黎啊 你这个旋扭一转啊 就在咱们当地就出现嘛 很玄妙 就是波嘛 物质的一个性质 这一些的中子电子 一个就是波的性质啊 你找这个波你找不着的 看不见摸不着抓不到啊 没有个实质啊 再有一个颗粒性呢 就是二重性 物质六支是二重性 这一切的中子直子电子 就是二重性 但这个颗粒性 只是一个能量的集中 能量就是作用 我一说这个东西 不过是动和作用而已 这样而形成物质 那这个说 大家还是不大东西 要是柯哥这么讲 还是不大能信啊 我带给大家 就是一个世间极潜进的比方 你要点一只像 在夜里头 香气的就是一个 一无一发扬的一个光点 你把这个香气旋转 你就看见一个发光的轮子 这个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它在动一下 它一动 这个轮子是什么 是你的错觉 哪里有这个轮子 哪里有一个发光的轮子呢 可是你看到一发光的轮子 那你确实亲眼见了 到底有没有啊 没有啊 所以这个刚才我做的 这个电子动作都是在动啊 怎么看这颗粒在动啊 我们跟这也没有静止啊 我们动得好厉害啊 围着这个地球的旋转啊 坐地又日行多少万里啊 就是转 我们不知不觉 我们这不至于转多少里啊 这个地球自本在转 地球自本在转 围着太阳在转 日后在动 我们身体里有一些东西都在转 一切都是一些动向 动向之后就好像一个香火头啊 它这个洞啊 这种炫火轮啊 你这个炫火轮 有种节目叫火棒 两个棒 边上 把他做成各种的图形 这些图形都是没有的 那就是他这种在动啊 这就形成了这种动向 所以大地山河 中种中种的 皆是动向 那到底什么在动呢 咱们在一个蚕动公安啊 那个六组从猎人队出来 到了广东一个庙里头 两个和人在辩论 他发疯了 那个说你看看 这个山在动啊 那不对的 是翻会动 翻出去会动吗 风吹的在动 风动 那风动 风动你怎么知道在风动啊 你发现不动怎么知道是风动啊 那这两个人就辩论起来了 到底风动是翻动啊 六组过来说 两位忍者 既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是忍者心动啊 啊 说这个动向之根啊 就在咱们的心动啊 所以错认 就种种大地上 和一切一切啊 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啊 所以这个就是说是这个 这个油啊 屋啊 从这个动向来看 哪有啊 你论起实际啊 那就没有这个火 这个这个这个 相在转的看见这个火圈啊 就没有这个圈啊 就是没有啊 没有之中 而能陷入这个像 陷入这个像实际还是没有 就是中啊 所以在这个所以善法 定案就这种话很多啊 都看到这个含义 所以上次有个善法 也有一个众生 而这个众生是有 这是是体 极非众生没有 众生就不说这是真体 而市民众生 有就无有 无有就有 这是中体 这恐端了 不是偏于有 也不是偏于空 啊 所以这个过去这个维新呢 就偏于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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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不说那些了 啊 就是 所以这就是这个 所以这一切啊 所以这一切啊 所以这三法 这一非三法 实名三法 一切法 一非一切法 致命一切法 这个都是啊 指出我们的中道第一例 啊 不是偏空 也就不是偏游 那么这样的话嘛 啊 所以既得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啊 就成佛呀 那佛 啊 我们是 如何才能见佛呢 啊 金龙就说呀 若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 是人心邪道 不能见如来啊 啊 所以这个就是啊 这个不是从这个色 不可以色电身求啊 上次这位记者啊 他自己看待这四句 他就觉得这四句不够啊 啊 智慧很深啊 这个就是 金龙罗氏啊 他当时的翻译的时候 变化了 啊 原来是八句 啊 那么这个 要是玄装翻译嘛 底下还有四句啊 比如来妙体 这位成佛 得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个 无我相 无人相 无宗生相 无宙相 修界相 记得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么这个如来如来的体 什么体啊 比如来妙体啊 即是法身真性 即是法身佛的真的本性 法性就不可见了 法性怎么见了 是吧 我们说这个事件的事情吧 这东西有磁性啊 啊 这个地方有磁性 这个磁性是什么样啊 啊 这些说 搞科学做多少试验 你能告诉我 这个磁性是个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啊 但是现在这个电动机 发电机的种种的许多 都要利用这个磁场啊 啊 这个性就是这样 性啊 这个连个磁性都不可见 而法性 当然是不可见了 是吧 法性不可见了 而知知知有嘛 啊 法性是有而不可见的 法体 啊 这个如来的法身的法体 也不可以有我们思想在之 这句话就更深了 啊 也就是说是这个 把如来的法体 真如啊 实相啊 实相般若 这种种的境界啊 啊 这也就是如来的法体啊 法体是你不可以知道的 就是你的思想是达不到的 者都不可知 所以说 他能说不可思议 啊 这句话是意思很深的 不可以就是你说不出来啊 你不是可以议论 可以表达的 思议就是你想不到的 你不是你脑子里所能想到 想得出来的 你实际上在离开 在离开这个思 才能够 才可知 啊 所以这个 就是你只要不在这个妄想之中 你想去见 啊 要去知这个啊 去知这个法体啊 啊 那就是你坐在椅子上 想搬这个椅子 在这个妄想之中啊 啊 你要想把这个这个椅子搬起来 那是不行的 你得下来 离开这个椅子 啊 离开 才能提起这个椅子来 对于这个秘方 那么这个还有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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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八句的翻译是古的意 都是八句的啊 这就是就莫老师大师啊 他简化了啊 那么这个意境的翻译呢 就是应观法界信啊 及道师法身 我们要看应该看啊 法界的这个本性 法界就是片一切啊 这个这个 啊 这个就是道师的法身 就是道师的法身 法身的片一切处啊 片一切空间啊 啊 法性就非实境啊 法性不是你所能认识的境界啊 这就是不可以在我们的妄心 能够认识的 啊 所以大家千万在这个地方 还要小心 就是说千万不要把这个 当做月亮 啊 这一点就是我们学活的 要是要去底子啊 要去深入学活的 我们要研究波罗 这一个是我们要 叫老提醒你的 啊 应该研究这个 去看到月亮 不能把这个当做月亮 啊 这个存这种误解的人 极多 务必不能了 啊 所以是不能了 这样一来的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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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 所以色鉴生求 你不能见入来啊 啊 这法身入来 不可不可以这个 在咱们这个这个 这个众生的啊 啊 这样的一种情见之中啊 啊 你可能认识到 可能知道 可能看到的 那么我们所能看到的 就是一些像啊 就佛经纳经说啊 凡所有像 皆是虚妄啊 若见诸像 非像 即见入来 怎么能见入来呢 一形成一些像 都是虚妄的 刚才我打那个比方 就是这个 这个桌子 也就是像一个圆团一样 是吧 本来没有这个 就是这些东西在那儿动 是吧 那么离开的是这个 那么这个这个 最这个 真实的一个例子 也是最能让人家这个 可以让人心服的一个例子 这个在现在在这个 谭区老大的 他的这个 叫做陈寅路 那印出来了 谭区老人的相当 刚刚缘起 他也亲自跟我说的 从前我就听说过 说是一个人在赞山寺 赞山寺 他对老人 他修的 他盖的 在赞山寺啊 他是这个 给这个 给这个佛修院的学生啊 教他们的国文啊 改他们的文章啊 他除了上课改卷子之外 他就是用功了 基本把门锁起来的 一天正在用功的时候 用功师院里很虔诚 动了一面 动了一面 他想到大殿拜佛 不是一天一中之后吗 就在大殿中拜佛了 拜了佛之后啊 我还是正在 不正在 我正在用功嘛 我回我的房间用功了 走回到这把房间 从房间门都关了 关他进不去 进不去嘛 他叫这个别人走 我说师兄啊 请你给我开门 让我进去 那人说 你叫我开门 叫你进去 你怎么出来 他门都锁着了 这人怎么出来的 他就这么出来了 轰动在山寺啊 这件事情啊 大家听明白没有 他就怎么出来的 这成为奇闻啊 也传到北京啊 那我听到这话 我觉得很重要啊 对我们学博的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政治 一个资料 是支持啊 近代人的事情啊 我就问我的老师啊 夏老师啊 我说夏老师 你听见不听这个事啊 有这么一个人啊 他自个儿 在房间里头 他不用开门啊 他就打电了 所以这个墙壁 哪里有墙壁啊 就是啊 就是你心里执着 怎么没有啊 这个人就是我外甥 正是有这个 后来谭区到路过北京 他从东北到香港去 那时候快解放了 说我那是电台啊 我是台长啊 我请他 在电台播音 我亲自招待他 我们谭得很愉快 我就问他 我说张老啊 我听说你是赞山寺啊 那当时有一个人啊 他就从官方中出来了 到大殿了 我说你知道不知道这回事 我说 怎么不知道 当时我就是方大 所以谭区他在自导书 都在写了这个事 所以这个事啊 就是一个很能够破 我们这个执着的这些思想 你这个心中啊 在你这个没有遗忘之前啊 这都是阻碍啊 当然你这个心中啊 能够击灭的 所以虚空粉碎 大地平成啊 所以这个 这一切像皆是虚妄 若见诸像 非像即见过来啊 不是说没有这些东西啊 你看看这些像 而不理会 而你不执着 你这个就才可以见过来啊 那么 这个 若见诸像 非像即见过来 这还可以 去一个古代的公案啊 这个 释迦蒙尼佛啊 为报母亲啊 因为剩下的母亲就死了 所以存活之后嘛 就上 涛利天啊 对母亲说话 那么到涛利天之后嘛 大家很想念啊 就造了 造了像啊 这是咱们有像的开始 然后这个 说这个方法圆满之后 从涛利天回来嘛 大家就迎接 迎接的中间有一个比丘尼 他一看啊 今天这朱达这个 还有很多这个 转轮圣王 还有什么涛利多多的 这个这个 来的 天界来的 而且这比丘尼 应该排在比丘的后头 那么我要排得很远很远啊 我过了好多时间 我才能看到佛呀 他很稀奇 破现像建筑 但他还能够划陷 他一划陷了 他划陷了 也是一个转轮圣王 但是别人不识 你问他是个转轮圣王 那就比当时 转轮圣王要王四天下呀 啊 这不光是南战部州啊 他是四周之王啊 那么就要排得前头去了 就把他排在第一位 他在第一位 佛依下来之后啊 他头一个见到佛 所以他就克制着 所以这个 这是金刚经 给我们很多 很宝贵的启示 而金刚经理头 这核心呢 最重要的 就是六祖啊 从此悟道的话 就是这八个字 应无所助 而生起心 刚才直谈呢 说这是离色离生啊 离一切像 无我 这只是还是一面啊 应无所助 而生起心啊 金文说 应如是 生清静心啊 我们修行 应该如何 大家发了阿鲁多罗三宝三菩提心 就是发了菩提心 他的勇和降福 勇和应助啊 应该怎么样去 去去去啊 互持这个菩提心啊 让他这个 这个不要亡师啊 增长啊 这就是这个问题嘛 对过来这个答复啊 就说得很具体啊 并不是生清静心啊 要生一个清静 不是断面啊 生心啊 生是个清静的心啊 离像的心啊 不应助色生心啊 你不是助在色上而生心啊 也不应助生香未吐法生心啊 并无所助而生起心 所以这就是这 这这这一句话 这个这就是经文的三分之一啊 六祖他这个 去念别人念啊 念到这儿 他就豁然了 他就去找五祖 五祖再给他念到这儿 降到这儿 就压扯他五 所以从六祖以后 五祖开始就用金刚精啊 来这个 这个教导大家啊 到六祖以后 金刚精就成了 家喻户晓的经典了 所以金刚精是重要 大家常常误会啊 因为金刚精 要请四个四的金刚啊 这个叫做金刚精啊 这是很大很大的误解啊 所以世俗有很多东西啊 把佛教拥俗化 所以我们这个必须 我们要超出这个 我们要把这个拥俗化的东西 慢慢的我们要还他的本源 还他的本来面目 这个这个金刚 所以我们后来印经的 签到这个什么 请金刚的全部印啊 全部印 那这个他就是 库之庸俗化了 金刚的 说明这个 般若之间之力啊 所以有人以后 我请了四个金刚来了 所以我这个金刚精 所以啥有不可思议功德啊 这个就是更庸俗化了 那就是 那这么读金刚精 对他的这个启发 加持就很小很小 不过这个 这个 卓耀者 还是自如都 完全是一个 而是你是个自信啊 你的自信啊 你这自信是如何 那就是 那就是 那这样的 读金刚精 对他的这个 启发 加持就很小很小 不过这个 卓耀者 还是自如都 完全是一个 而是你是个自信啊 你的自信啊 你这自信是如何 要是 你如是生清净心啊 所以心外求法 就都是仇嘛 自信之外求法 而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啊 而这个呢 昨天我也说了一下 这个是一个 别叫菩萨的境界啊 所以他这个无助 他就离开向了 哎哟 这个离开向了 他这个 那你就是单纯无向了 那就是这个 那个会要是空的一边啊 然后他生心啊 他心呢 还是生啊 自信啊 这个清净心啊 还朗然啊 这就是应该如此啊 所以他就不落这两边嘛 既不落这个赤足这一边啊 这一边呢 也不落空这一边啊 而这很清楚嘛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应该怎么样呢 大家怎么样 就是无助而生心啊 所以这个无助而生心啊 这个 很不容易达到啊 所以当年我这个 刚才说了 金刚经对我有恩啊 我这个 当我那个时候 刚刚还不满二十岁啊 读到这个时候啊 也是得到很大的 加持很大的清安啊 就感觉这个无助生心啊 是极殊胜啊 但是怎么能够 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啊 就体会到 体会到 这个念佛 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也不是别人给我讲的 我看见我就这样一个体会了 你就这么念吧 你什么都不想啊 你什么都不想 你无所住啊 而你这个念啊 这个念佛这个心啊 相须啊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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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念念相须 敬念相继啊 这不是断念啊 你不是断念啊 你这个只有一个 这一句佛号 别人都没有了 你无所住啊 念完念去之后 你是谁在念 你也就忘了 真正念到清静的时候 是谁在念 你也就忘了 念的是什么 你也忘了 可是这一句 朗朗现前 说大家常念的人 都有这个境界 我而 我而出现这个境界 还都是会有的 自然然的 也没有 就是 similar 也没有 就自然这一句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 如果是老相续啊 那就是极殊胜的境界吗 所以我们这条念的很 这个绵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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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 绵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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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 一句接一句,什么都没有接,没有挂, 这一句佛号清清楚楚。 后来又想说,可能这个念咒还要接一点, 因为这个佛号还有一个佛的像, 还有一个佛的这样一个像, 这个咒什么意思都没有了, 叫禅中禅了一无意为话头, 一无意为话头。 那么这个就是,对于这个离像, 用这句话完全离开一切思想一些什么, 可是你还是有, 总之就是说,所以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这个古人所说, 所以这个要以凡夫的心入诸法实相, 以念佛自为的一样。 后来我这个体会呢, 那么这个念佛跟念周本来也就不二了, 这就是这个道理, 你就是这个符合到这个无助身心啊。 那么大家,当前呢, 我们既然是这个, 我们如何做呢? 是不是啊? 无助身心嘛, 要到别的这个天台中啊, 存大圣的菩萨的境界啊, 登了地的菩萨, 超过三弦才能够在身心直救无助, 无助直救身心。 那么我们如何呢? 那么我们那当然就是老老实实念佛啊, 这样按何造妙。 那么再有我们在这个经文中啊, 我们有什么是可以这个随时随地, 我们可以啊, 这个奉持啊, 啊, 那么我们来观照啊, 啊, 我们现在就依着这个文字般若, 我们现在就以我们这个水平, 我们来进行观照啊, 啊, 一步步深入吗? 那都是如此吗? 越来你这个观照啊, 你就将来的文字上体会的越深, 啊, 体会的越深嘛, 你这个观照的境界就越高, 那么这样的循环不已嘛, 将来嘛, 有一天嘛, 啊, 正啊, 这个思想不容了嘛, 不容了。 那么这个, 我这个体会啊, 我是觉得是在咱们都可以开始啊, 就可以进行啊, 在我们生活中啊, 常常如是观, 如何是如是看啊, 如何是对待置物啊, 就下面一次句话,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抛移, 如露妇如殿, 映夺如是观啊, 这四句啊, 啊, 我们马上就要是, 除了念佛快, 可以这么说, 除了我们马上, 这个绵绵密密密念佛念咒, 念得清清静静能锁两亡的时候, 那是, 就无助身心了, 那现在不是在念佛的时候, 你这个叫契合无助身心, 那可以说, 现在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地前菩萨所能达到的, 啊, 那我们那么, 金刚经这么殊胜的经典啊, 我们要如何来这种观照啊, 要用啊, 啊, 所以是啊, 我们不是把经念一遍就完了嘛, 是不是, 你要在这个生活中, 要能把它贯彻, 啊, 啊, 这才是真实用嘛, 你生活能够贯彻, 不是只送, 送一个有好处啊, 啊, 加持我们啊, 心情啊, 有很多的功德啊, 但是更要紧的嘛, 你从文字波罗念一念, 哎呀, 下一步的波罗, 就是从文字波罗要起观照啊, 那这四句很好嘛, 啊, 我们各个都可以有它可以用得到的地方, 这个有为法包裹很广嘛, 是不是啊, 啊, 这个功名富贵啊, 这个什么欺财子录啊, 什么种种种种, 这些很粗的, 是有为法嘛, 啊, 啊, 再高一点什么名誉啊, 地位啊, 学术啊, 什么什么, 学术成就, 还是有为法嘛, 啊, 再说了之后, 你这个这个这个, 你这个什么残残啊, 你不是残残啊, 这个残病啊, 你这个大作啊, 你什么种种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出残啊, 二残啊, 啊, 啊, 还是有为法嘛, 是不是啊, 都是一些有为法嘛, 种种的, 啊, 所以你可以从, 从咱们这个世间, 啊, 大家, 人人都, 都,都,都存在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也存在, 那存在这些就下手嘛, 也可以你这个都, 都已经打破了, 剩下高, 高深的, 抽象的啊, 啊, 这些问题, 也是有为法, 所以这句话, 可以用着这个, 一直用下去啊, 啊, 从现在就可以用啊, 一直用下去啊, 你现在就看你这个, 这个,这个, 啊, 也就是那个, 博触你, 干扰你最深的那个东西, 不有人爱生气, 啊, 一句话, 听都听不得, 啊, 那么这个, 你这个, 这就是你的问题, 啊, 有的人非常坑定,啊, 这个事情啊, 这个东西稍微吃了一点亏啊, 不愉快啊, 这种种, 每一个人, 有一个他所突出一点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先下手啊, 你想想嘛, 这一切, 啊, 如梦如画呢, 是不是如梦如画呢, 确切如梦如画嘛, 啊, 转眼成功啊, 啊, 这一切啊, 啊, 跟做梦一样啊, 是吧, 就是, 所以我们这样说, 这个梦啊, 是个很好的比方嘛, 所以梦里明明有六趣, 绝来通通, 五大天啊, 在梦里头这个六趣都是有啊, 醒啊, 你梦中做个害怕的梦啊, 那很害怕啊, 是吧, 啊, 这个, 老虎啊, 咬自己啊, 没有人救啊, 在叫啊, 恐怖啊, 独行, 哎呀, 是个梦, 哪有老虎, 没有啊, 这个, 这个, 就是, 一切实际, 当前我们就整算是个梦嘛, 是一种宦术, 换炮嘛, 这个肥大炮, 这个肥大炮很好看嘛, 五眼六色, 但是没有谁, 呃, 要去抢这个肥大炮的, 说, 那他, 你, 你, 能承执就要灭啊, 啊, 人的影子嘛, 这个影子嘛, 这个影子嘛, 这个影子, 哪有这个东西啊, 这一切一切啊, 这都是, 这个就是, 这都是, 你看那有一个东西, 这都是你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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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 测认嘛, 啊, 我们就把这样一切啊, 就我们就自然而然啊, 对于我们所执着的东西, 就可以淡了, 能把这个东西淡了, 就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啊, 这个, 我们修行就是两件事情, 就是要把生的东西变熟, 熟的东西变生, 这个贪真吃烦恼, 我们是无始以来, 我们太熟悉了, 这个, 这个贪心, 它是很自然的, 他有人, 他这个这个, 想做多少钱, 他心心念念的, 他也不用谁教给他, 他就是想, 我这一百万要变一百五十万, 是吧, 他这个, 他自自然然的, 在这方面, 他就是很重, 贪真吃也是如此, 都是, 都, 这个我们很熟, 我们这个菩提, 求菩提, 发菩提心, 我们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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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不清静心, 这一切一切, 我们很生, 这句佛话, 我们也很生啊, 所以我们的修持, 就要把这个熟的地方变熟, 生的地方变熟, 也就是这么一件事,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两处一起一下熟, 这双子不是生吗? 多念呢? 这个贪真吃, 我们不是熟吗? 叫它淡呢? 啊, 你这两处一下手, 这个效果就快了, 啊, 你这有一处下手啊, 这都很好了, 是不是啊? 如果那两处下手啊, 啊, 那就是这个, 这个, 一个轮子的自行车, 也能骑着跑, 是吧? 那么, 但是, 又不是很快了, 那也不很稳当了, 你有两个轮子嘛, 那就快得多了, 是吧? 所以都会骑了, 那是要在那个熟的地方变熟, 生的地方变熟, 啊, 所以我们这些有违法啊, 这些贪真吃啊, 这些啊, 这个, 这个人生的, 这种种的, 啊, 大家所流量的, 所复活的东西, 我们看它, 如梦如幻, 如跑如影啊, 啊, 啊, 这有一件不如意的事情啊, 啊, 很不可理解啊, 不然你要生气, 生半天啊, 所以生半天之后啊, 啊, 你自个儿也闹得不, 不康健, 而且彼此的关系嘛, 也会越来越坏, 你把它看淡了, 无所谓了, 你自我气嘛嘛, 你少生点气嘛, 你对你身体也好嘛, 啊, 真的看到你就无所谓了, 你就无所谓了, 对方也就无所谓了嘛, 哎, 我听见这个, 门海法师, 他讲清, 他讲清, 他说了一个故事, 啊, 这个故事也很有趣, 他说这个休密的人啊, 要把自个儿这个有冤的人啊, 关在对面, 就说你跟谁有冤, 啊, 这是一个额背中啊, 有众生度为的自己修, 那么这个人啊, 恰恰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他有一个人跟他作对, 那么他就天天啊, 就观想了, 一修吧就观想, 在我面前啊, 那么就按照发修, 修了很久之后, 那么几年之后啊, 有一天关在街上, 他就碰规这个人了, 碰规这个人, 由于他天天做官啊, 啊, 天天做官嘛, 他已经很习惯了, 他看见他, 他就不觉, 他就不是那种, 好像那个, 那个印象没有了, 啊, 就这样跟我扭着, 我看他就要生气, 那个印象没有了, 而他就是上座的那个星, 我就是上座, 他在我面前, 我要修, 我要加持着, 这个星的欢迎相见, 看着, 很高兴的样子, 就照顾他, 我先生啊, 好久不见了, 你好, 那个人就很感动, 他说是, 他又, 地位又比我高, 而当时呢, 还是我, 还不对, 还多一点, 他现在这么着, 这个合约乐图来照顾我嘛, 那我当然了, 我也就更应该如此了, 就很好了, 是吧, 所以我们这样一些, 把这些个问题, 这些个单真痴, 这些个问题, 能淡一些, 他解释这个, 就事法上做, 也有很大的好处, 根本来说呢, 就是啊, 这些本来是很熟的, 我们叫他生, 我们很生的发菩提心啊, 去佛奥啊, 我们叫他熟啊, 那这样呢, 我们就, 大家也早啊, 早日啊, 大家都在修净土啊, 啊, 导致这个, 在这个, 极乐世界啊, 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末了, 我们就拿一节, 经中的比较功德, 啊, 我们来说, 这个般若啊, 不可思议的功德, 啊, 这里呢, 比较功德的地方, 很多比较的功德, 因为布施啊, 跟这个, 那边经的功德比较, 中种做比较, 而这个比较, 我觉得是最深刻了, 他就是拿这个舍生命来做比较, 一个人所最难舍的是生命啊, 是不是啊, 所以舍命嘛, 所以人家, 啊, 怕死嘛, 贪生怕死嘛, 谁不安息自己的生命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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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摩尼佛告诉我们啊, 这个比较啊, 两种功德啊, 啊, 啊, 如果人哪, 这个, 这个, 初日分, 中日分, 后日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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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一开始是初日分, 当中间是中日分, 最后剩下的后日分, 说一个人, 初日分, 以恒河沙等生命, 啊, 不是, 啊, 初日分, 也以恒河沙等生命, 不是, 啊, 后日分, 还是以恒河沙等生, 不是, 恒河有多少沙子, 以恒河沙那么多的生命, 这一天, 不是就舍这一条命, 我这个上午, 所以早上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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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打断啊, 像恒河沙那么多的身体, 都舍了, 不舍了, 啊, 中午还这么做, 晚上还这么做, 如是无量百千万亿节, 以生命不知, 这样, 啊, 一百节, 一千节, 一万节, 一亿节, 节这个时间就长级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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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很迪士尼的时候, 天人极轻的沙, 轻轻的这么飘一下, 啊, 就一来一去, 多少年下来一次, 得到这块石头磨光了, 这个时间叫一节, 啊, 那这个时间这个, 这个数字就大得不得了了, 而不是一个节啊, 是百千万亿节啊, 这么不是啊, 啊, 这是一个类型, 一个人百千万亿节, 每一天三个, 三段时间都拿恒河沙的这么多的生命, 你就不知道, 这功德就是真是不可思议了, 那另外一个情形呢, 如果福有人呢, 另外一个人呢, 文词经典呢, 听到了这个金刚经这个经典呢, 信心不利, 他这个信的心, 他不相抵触, 就是文经他能够信寿, 所以我们说信寿奉行啊, 经最后啊,信寿奉行说了, 能够信寿, 祈福圣彼, 这样一个人, 文词经典, 信心不利啊, 所得的福报, 胜过前面那个人啊, 啊, 所以这个就是在咱们的众生的情境啊, 很, 就是不敢相信啊, 啊, 啊, 但释迦牟尼佛, 是真于者, 实于者, 如于者, 不易于者, 不妄于者, 那哪里能够, 啊, 有丝毫不真实啊, 啊, 何况, 书写, 受持, 读纵, 为人解说, 啊, 更何况, 更啊, 更好了, 何况你还能够, 你写, 你自己受持, 你念, 为人解说, 啊, 所以从这个较量啊, 我们就知道, 这个波罗金刚金的功德不可思议, 这个金的功德不可思议, 也就是波罗之重要不可思议,啊, 啊, 呃, 今天呢, 这个, 这个, 一点点很前的体会,啊, 啊, 这个, 供养大家,啊, 呃, 我, 我所谈的, 就谈到, 这还有点时间, 大家, 呃, 呃, 请大家提升吧,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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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因为大家要不讲, 我也给他, 我给他, 他, 嗯, 刚才, 我说,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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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时候有这个,也许是生物,应该是平等,为什么有大伤, 就是说一定要男生在前面,在后面, 只要是这网友还要在前面,为什么是这样? 这个是说的一个制度,就是我们一个法会, 一个法会啊,免得大家欠仗,也免得大家拥挤啊, 你也要排一排,这个做出种退去。 这个时候呢,他就是以这个有德或者年长,就是善作。 这个为什么呢?就是一个秩序。 那么这个大众和二众之间呢,就是这个显教的证定。 所以佛当时,现实是这个,只有比丘啊,没有比丘尼啊。 后来因为佛的姨母啊,是把释迦牟尼佛带大的, 他坚决要出家,佛就答应了。 答应了嘛,那么他这个就是这个,当时这个社会的系统。 一般嘛,当然也要有自然税记。 那么这个,起码说是这个比丘是师兄啊。 他先规一,先受戒。 这比丘尼是后来的。 这个师弟坐在师兄下面,抬在后来,很合理嘛,是不是? 那就是这样的嘛,就是这个, 这个比丘尼啊,要在这个比丘的后来。 但是在这个秘教里头啊,那就反过来, 那要拔,就要是一个法律下, 这个女子要坐在上座。 所有的人是说,你们这个佛教都好, 就不缺点男女不平等啊。 我说他不懂的秘教啊, 秘教就反过来了啊, 你整个秘教想要一块儿看,就很平等啊,是吧。 在这个秘教里头嘛,男的坐在上手,女的教, 在秘教里头女的坐在上手啊。 所以这个秘教很特别, 你们看见,这个菩萨现女生啊,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咱们前教里头, 奴女成佛,法华镜奴女成佛。 那个摄利弗是,当时他也不相信啊, 他说你这么能成佛啊,他就成佛给摄利弗干了。 摄利弗几次都碰见这个问题啊, 他一次这个奴女成佛,从奴女马上成佛, 可是他成佛,他转男生成佛。 啊,这个就是法华的特点, 是奴女成佛,可是转男生成佛。 啊,现诈佛像。 这个密宗的像嘛,就是有现,现女生的像。 啊,你想想这一种像,就是女生的像。 那个绿颜色的也是女生的像。 啊,完全是女生啊, 他这个是,所以这个,呃,女佛。 啊,这个密宗的这个,这个不同之处。 那真正平等啊。 嗯,啊,所以也有男生也有女生。 啊。 啊。 师傅,可不可以告诉我, 怎样科技自己将自己调发疲惊? 啊,是啊。 你这个问题很, 我刚才就是说啊, 啊,这四句话就是起这个作用啊。 你把它看着假一点啊。 这个事情啊。 有时候你控制不了。 啊,那你就这样念佛。 啊,就是这个,这个就是这个, 一个你把它看假一点。 这个字如梦如幻啊,不是真实的。 这是非常认真啊。 认真之后,你就是这个,就就就牵挂了,啊。 啊,所以往往啊,都是啊, 这个,这个,为什么能使自己身体啊? 啊,我是自贵致轻的人。 他这一句话来 我这个就气就大了 别人还不所谓 你这个路上一个人 他有不礼貌还不所谓 我关系这么样 你还这样子来看待我 这就要 这个不愉快了 那么这一切 我们都是这个 平等一些 一切看的都是不真实 都是梦 这梦境 我们对于这个梦境 我们不要要求 这个梦怎么让它做得好一点 而我们应该是 我们赶紧要醒梦 所以就把这一切看得如梦如幻 真就是说 这是一个 还忍不住的话 你看紧就是 你喜欢念佛 他就是 大声地念 急着念 而真是这个念 它这个很有余处 就是说 就是说 你要去拿你的佛号 这个功德 去来 持梦 去来平息 这个烦恼 那么你在这个时候 能念的功德也极大 就是在你的烦恼之中 你还能想得去这句圣号 你这个念的时候 你功德也特大 那就是这样 这个 一个就是用波罗的观照 一个就是这一句佛号 要赶紧提这一句佛号 念咒也行 你喜欢念的 最常念的 我们说 就是说要 这个身处变熟 那么也就是要 尽量要专念的 这个 当一个念的 这个比例就是要重 就是随时 我能想得起来 这个问题一出声 那你这一句先出来了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 你就能够 能够战胜一切了 就是这样 那我前看他的年果 那像有一次他说他做梦 还是什么 反正他到了 每个都在天 对对 那我就想说 我不晓得他去到的是 极乐 世界还是都在天空 我想再次没有什么分别 可是 可不可以请示 想一下 像我们求生净土 还有那 新马和上 如果他是在都帅天上 这有什么不同 他这样 他这个 都帅 叫生到都帅天 那是天界 而且还是玉界天 所以有的人 生到都帅天之后 看到玉界天的情景 他就不去找弥勒托萨了 他就再去玩去了 就有这个情况 他是到了都帅天 他不是到都帅天 他到弥勒内院 都是这个 这个佛 都是这样的 他到地球上来 成佛之前 他就在都帅天 内院 是他讲经说法的地方 那么等到 将来我们这个 人寿意来越少 越来越少 少到只有十岁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佛法 这个佛法就 这个佛法是一共一万年 差不多过了一千年 还有九千年 九千年后 这个法就灭尽了 灭尽人的福报就更差了 人在那时候的脾气更大了 真恨心 现在已经有点苗头 北京有些流氓 一言不合 就拔刀就杀人 这也有开枪 他没有这么无冤无仇 就是这种苗头 到了那个时候 人的时候 就剩十岁的时候 那就谁跟谁都是将杀 就先下扰为强 我一不杀掉你 你就会杀掉我 所以因此我把你杀了 所以我互相杀 那都杀光了 只有极少数的人 藏在深山 那么逃避了这个结 结一过 人心也就回了 会回转了 我一看这也不得了 这不就毁灭了吗 我们要改呀 向善了 转 人心一转 一切都转了 这个气候也变好了 东西的生产也就变丰富了 人的寿命也就增长 等增长到 人的寿命到八万四千岁的时候 弥勒就来了 弥勒是修福的 他这个发心呢 在这个 芝加蒙尼泊之前 但是他是词心特种 大词弥勒 词制 词制也就是弥勒的名号 他大词 所以这布袋和尚 我们看见了很大的肚子 一个和尚 我们我叫弥勒佛 这个话题又是庸俗话了 这是布袋和尚 这个唐朝 随莫唐处的一个和尚 他是弥勒的化身 他就是很慈悲 好多小孩就跟他玩 小孩就欺负他 他也不生气 大词是吧 那么他就是这样的词心特种 就没有像释迦牟尼泊那么精进 所以释迦牟尼泊后发心先成多了 超过了弥勒 弥勒他求词的就有福 那比释迦牟尼泊还就是有福 人非常长寿 地的物产非常丰富 他这度生很容易 他都要将那么荣华会上相见 那就是弥勒的时候做法 叫龙华会 他哪里说龙华会上相见 就指这个时候 信佛人的时候都要来 帮助他教化 三会龙华 度生的事情就完了 但是这个时候 普保特大 所以各个成佛的 愿力不同 都他成的实战 释迦牟尼泊 真的是简洁 他生的根洁 寿梦也长 普保也高 那么这个是在什么里面 他就在这个都衰内宴 都衰内宴就是弥勒 当来的佛的道场 生多大天是不出天界 生到内院 就跟求生静土一样 不再脱落了 所以这个法相中 围实中 他们的法院 都是求生多大内院 因为他们的教主是弥勒 那么静土中 咱都求生极乐世界 但是不管你是求生极乐世界 还是求生多大内院 你有这个愿求啊 你这个生长在之后啊 都不退转 就再不会在龙徽六道 将来就怎么样 将来都跟弥勒一起到人尺来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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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龙华一起独脱 所以这一世跟佛法结果缘的人 都将来在弥勒那儿 在龙华三会之中 或早或晚的度 可是这个可就不得了啊 这个时间不得了啊 咱们这美国百年减瘦一岁啊 一百年减瘦一岁 一千年减到十岁 减十岁啊 现在往平平说明 五十 应该算是五十岁啊 但是几千年以后啊 这还不 他长到他长啊 长到八万四千岁啊 也就是美国百年长一岁啊 那得多少年 所以要等弥勒 那多少一年以后的事情 就是来日方长了 所以我们就不能够等 等到将来这个 龙华会上 弥勒再来度了 我们就是 所以这个求生啊 那求生极乐啊 他这个 就生到都在那一岁 生到极乐 都是不退团啊 都决定成就 但是就是生到极乐 特殊的一个特殊的缘故 就是阿弥陀佛是大愿之王 他这个四十八愿啊 他是一个 这特别的加持 他这个第十八愿是中心的 所以这慈悲到了极点了 那就是啊 但是这个第十八愿呢 就是这个 若有这个众生 文我名号 智心信乐 智是那个智成的那个智 智成的信啊 相信啊 乐是愿意啊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这个善根完全回向到求生极乐之界 不求现实发财 不求现实当大总统 这都是把一切功德回向到求生极乐之界 心心回向 乃至十年若不生得 不取证诀 你这样的情况下 你用十年若阿弥陀佛 如果你不生得 你不取证诀 所以这个慈悲之极啊 还有啊 就是这个 他这个这个 这个弥陀的愿力啊 这是他力派啊 他力派 我们这个往生 是靠他力 你这个是靠弥陀的愿力 你这个十年怎么能生呢 那你又有这些功德做到了 最后 在咱们这个 这样的一个人 临终的时候 阿弥陀佛跟圣宗 就陷在这个人的前后 人家不说那个 那个福州的老太婆吗 他不是看见佛来接吗 佛现在有的选择 佛就这个这个 最后是旧摩洛师 翻译的少了 终于啊 旧摩洛师是个大义士 那是太殊胜了啊 所以旧摩洛师 翻译过的经典啊 这个玄庄 他就不再翻译了 他这两部经 他再翻了 一部是阿弥陀经 一部是金刚经 金刚经 这四经 很重要 所以他再翻一次 阿弥陀经 他也是少了一点 也是少了一点 阿弥陀经里头 是这个这个这个 后面有现代记者 是慈悲佳佑 令心不乱 不乱在后头 他没有一心不乱 他全都是细念不乱 那所以这就不存在 一心不乱乱不乱的问题了 我现在学净土的 有很多一个大的问题啊 我念了这么多年 我也没有念到一心不乱 我念佛中还有妄想吗 我说到底能不能往生啊 很多人就觉得 这个就是 有的人就是说 他说我就得碰运气了 运气好吗 我灵中能练 我往生运气不好 就不行了 还看有没有人帮助 能够碰运气 不是这样 这个是一个 一个就是 就莫罗斯翻译的 读件脱落了 而是一个读件 一个就是 他文字太简了 要把这个玄装翻译合在一起啊 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 他这个不乱是 佛现在以前 慈悲加油 就像刚才我们这四季一样 一补上 意思都完成了 你要把他这个慈悲加油 另心不乱补上 就不会产生这个误会 不是你有这个水平 在灵中的时候 你还不断分明 正念分明 这样得到这个 而是佛菩萨 因为你符合了佛的愿力 你既然合了佛的愿 佛就要对你 持见若言 是不是 他就要来建议你 建议是 大师母圣中 他加倍你 慈悲加油 令心不乱 让你的心不乱 那还有什么错 你心不乱 你又念佛来接 你不往上等什么 所以这个就往生就容易 所以我常常说 这个考学校啊 大陆上啊 有学校很难考 分很高啊 这几门功课啊 考总之要考 像我这有点学院的 跟清华啊 都要考五百几十分才能取 一般大学也考四百几十分啊 那要考那个 那个 原来的协和大学 医科大学 那要到600分啊 全国说30个人 那么这个就是很难啊 你这个水平不够 你就考不上了 那么阿弥陀佛这个 这个基罗国土啊 就等这样一个大学 你只有200分就要命 那一般学生都有 当然交白诀不行啊 你这个 你又不发不提心 你也不念 你这个 那就是交白诀啊 那就不行啊 你用200分啊 一般学生都可以有啊 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是不是 那么你只要的 可以念嘛 你相信嘛 这样 而且这个大学进去之后呢 没有叫如今的事情 没有叫退学的事情 没有叫开除的事情 就保证你各个大学毕业 保证你各个博士 而且这个博士的水平 都是二因子产嘛 你这个 你都要成佛嘛 就等于这么一个大学 所以极多世界啊 所以我们现在是做求生净土啊 那么 虚老嘛 他是这个 中文啊 他就做出生的功德啊 看这个情况嘛 刚才他是生斗篩那一员 在斗篩那边 将来就是和彼勒 都在一起到世界上来啊 和一起 当会荣华 把所有现在我们这个 法律跟释迦牟的法中 这个是正法 相法 末法 跟法结果园的人 一起都杜处 那就是这样 那师父应该休息休息一下吧 我们还有点时间到五点钟 还有一个钟 还有一个钟 因为啊 我又是九岁的心思教了啊 乖来乖乖呀 我也做过很多道场 很多的修副家亲生啊 他都是一子的钟 派为君 伴随其他的钟派 钟派都是世界牟与福家的钟派 都是这一点 所以看啊 那个师父教的方法怎么讲 我的师父啊 当我老婆上讲啊 你饮什么心 命运什么周 命运什么阿里夺乎 关心不上 必须要不上 师教我 什么不上 什么不上 你只有澄清的你 澄清的回向西方极乐释迦 你只知道西方极乐释迦 对不对 那我研究的 第二个就是对 也听到人家开始开始 他这样 你清楚 当然是对的 当然是对的 不过还补充一点 这个 往生极乐 不限于 必须念阿弥陀佛 念经 念咒 念观音菩萨 等等 甚至于 贪禅 都可以 都可以往生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那么 某一大师 就说你禅宗 你不要放弃你的禅禅 你只要你这个禅禅 双修 你只是要回向你的功德 求生净土 也就对了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说 这也是 都是对的 他不是说吗 这是秘宗吗 这个秘宗 就念咒 修法 他也要求生几落世界 如果这个 他不能生 你这个求 就变成了白球了 那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 这个原则 是对的 那么在这个对之中 不叫补充一句什么呢 就是这个 在这个种种法门之中 都可以得到往生 但你念佛网生 是正宗 就好像你考大学 你高中毕业考大学啊 这个是很自然的 其他也可以考大学 同等学历 那就是这个比方 你没有念高中吧 你有同等学历 你考试 你也考 可以考了 那么这个也能考取 但是考上大学的呢 那就很自然啊 你是高中毕业的人多嘛 同等学历的人 一定是比较少啊 就要补出这么一点 就是说 这个同中 有一点不同 不同中 还有同 都可以 但是以这个念佛网生 这个阿弥陀佛 这个净土法门 不是现在的师父说的 阿弥陀佛当时就指出啊 是持佛名号啊 所以这个 是为这个网生的正宗 别的也都可以 那平等的 那句话很对 都是平等的 都是好的 所以你修一切 都可以得到网生 再有一个什么呢 就这个法门之中啊 很有难有益啊 你这个要求网生 都是可以啊 那这可以是一种可能啊 你实践的时候 做得到做不到呢 那你比方 你要念地藏经的人 他那个力量就那么厚啊 是啊 那么这个地藏王 不再加倍力啊 是不是啊 这样子啊 所以持经 持经的时候 你这个 杂理除非你的功德 急出生啊 你已经达到一个很 这个 很高的一个境界 夜障消毒啊 等等 因为在你这个最后 临终的时候 还有持很长的咒的人 也是一样 在那个时候 你在这个临终 你身体已经很不安 你在这个时候 你还能够记得经 你还能记得咒 还能这么着念 确实是不容易 就是这个 那么你要念地藏王菩萨 就可以了 你多少对心啊 你要念地藏王菩萨 是还可以念了 你要说 所以这个持经名号啊 就这一点的容易 当初就我们这里有一位啊 伯恩就说啊 他这个开刀的时候啊 他这个度母咒 长的那个咒 就吃不了啊 他吃那个短的咒啊 他吃得很好啊 种子就非常 非常清楚啊 这个咒和咒分明啊 我做得很安啊 所以在这种事情之下 就是一个很方便的 这个你能够 还能够用得上的 方法 你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最要紧的关头 才能产生作用 所以这个 那么阿弥陀佛 你如果就还可以 精简 我用阿弥陀佛嘛 这剩下四个字 你还可以再把它 简念为之一个佛字 然后最后 这只有一个佛字 佛佛佛佛佛佛 如果你平常练的 是阿弥陀佛 你这个佛字 就包我六个字 这个就是可以做得到 你病毒 你不是也出声吗 你好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就是可能嘛 我们不能只谈玄妙 不是只谈原理 你要是要实践 你要是实践中 你要是可能啊 他说这个就是这样 你这个他就行啊 我在这个 三十多岁的时候 我这个病的 病很重啊 我那个持咒 十个度的咒 就是念不动啊 念不动了嘛 后来改念 改念佛号 念的动作 就体会啊 为什么这个他这个事 因为你在这个时候 你能还能啊 你还能办得到啊 那么我又念了几十年了 那么现在呢 我就在 我现在实践中 我也有实践中了 我就在重症之中啊 我也可以念了 那么这又加了几十年的努力 才行啊 是不是 不是到我三十岁的时候 我就办不到 我现在七十五岁了 我办到了 经过四十五年了 经过四十五年的心火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念到的啊 那这个需要 跟其比我好的人 那他就是 你再强的咒 这也可以念了 那我这个 跟其打到这个 在三十岁的时候 我就是念不动 那么可是到了 到了这个 现在呢 那么还要看 我不敢说 我就把我啊 我这个病 还是一个不要死的病啊 要死的病 它痛苦的 很深啊 那这个你这个咒 能不能念啊 就他说不能 我说毫不能自满啊 就是说 我戒身恐惧 发心啊 祈求啊 那要说自满啊 你说我可以念啊 我就差不多了 我有希望了 这就是我慢了 就是我 治责的 所以 这个阿弥陀佛的心印呢 所以菩萨呢 就是山河纪念了 物质祖自己的这个念 精处法门嘛 就是要是这一尽一尊 这叫做相续 这个这个 大事之福的 就是敬念相续 他这个大事之福的念佛 都常很好嘛 是吧 这个就是众生心嘛 一众生心嘛 就是咱们的心啊 不是要你身处什么很高啊 一说念佛嘛 你想多念佛嘛 现前当来就必定见佛 现今就是马上 当来就是你我灵宫啊 你必定见佛啊 去佛不远啊 不假方便 自受心开 不要再需要任何其他方便啊 你就心开啊 心开就开悟啊 啊 所以现在说一样开悟啊 啊 心心一定要强 心心一定要强 心心是最主要的 心心最主要的 心心最主要的 你手什么是灾 这叫心心不要异 我记得什么东西啊 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嘛 你念佛的人就好像染香 你染香的人嘛 身上就自然有香味了嘛 你不需要再涂上什么 你自自然然的 啊 我们常常碰见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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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卖鱼的人啊 那他身上就一国鱼味啊 是不是 他自然的嘛 你老念佛的人就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嘛 你就是得佛的这自然而然的 啊 啊 这主要就是薰啊 啊 自然的功德的所薰习啊 这个薰子就干啥 就是这个啊 这个薰相似 哎呦 这个 大家还有问题没有 没有问题 我们就要 如果一个人呢 他一心变成 啊 而且 也发现要到西方西的世界 他是因为某种因果 他 本来因为社会的因果 他 就是被我们社会 那 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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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要他的 就是往西方的 这个 你后来是吧 可能是他因为某种因果 他车祸了 车祸 然后他等于他的 神志不清了 那这样会不会阻碍他的 念佛 或者他因为状况 神志不清这样 这是两个情况 这个车祸 车祸的时候 如果是 在出货的时候 他能念说 他是往生的 啊 这就是在 这个是在那个 正创正死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 他这个 哎呀 不得了 啊 你这一生是不好 你这个时候断了命 他决定往生了 啊 所以 这个神志不清 是有点危险的 啊 所以怕精神错乱 一个人的精神错乱 神经病啊 所以这个 得神经病的人 神志不清 他有的是一种 昏迷状态 不要紧 就是他不会说话 他不能言语了 啊 你看着他是 不知不觉 其实他内心 还是清楚的 他就是不能说话 啊 这种情况啊 啊 他还能念 他人还能念 还能念样往生 就怕是神经神病 他完全颠倒了 这就不好办 啊 那就多甚至业障 所以我们就说上 就怕这个业障 发了啊 所以这个 这个 精神错乱 昏迷 昏迷状态 有两种 啊 一种就是说是这个 好像是这个 不大 那么 一般的昏迷 在灵中 他一定先经过昏迷 不经过昏迷的人 那就是大修行人 那就是分明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佛来接引 那这个 一般都是在 好像在睡梦之中 他那时候还能念佛 就决定往生了 那这种是结实 就把他错乱了 神经错乱了 他颠倒 他这个 这个 这个 发黄啊 那就不行了 那就那就那就 那都是 所以在最后 发生这个结果 那就是很大的障碍 车祸还都有可能 啊 这个这个 呃 不能说话 就慢慢昏迷 以后就要到 你都不能说他 不行 他有害有害有可能 他内心 啊 他一直在 啊 呃 夏老师的弟弟 他就最后 他用手写佛的 他有什么话 笔工的话 手动 他随着不能出声 这都可以 啊 你只要有这么一面 啊 他在 他什么也不熟 也不能昏迷 反正心中 还要默默 啊 有一个佛 啊 啊 那这种状态 都行 反正在最后 都要如昏迷状态一般 那你 他最后还是清清清醒的 那都是极有羞耻的人 啊 啊 他还能说 我佛来接了 啊 啊 什么什么 我还能做妓子 啊 哈哈 哈哈 很了不起了 哈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